观众朋友我们现在在江苏常州奥林匹克体育中心 继续向大家介绍2008年中国羽毛球大师赛 接下来将要进行的一场混双的斯文尼决赛 由中国选手何瀚冰和于洋 这也是获得奥运会同排的选手 迎战印度尼西亚队的林培雷和波利 现在运动员已经入场 这次中国羽毛球大师赛是在江苏常州进行 从9月24号到28号进行五个单项 32位的单淘汰一共是进行五轮比赛决出最后的冠军 这次大师赛的比赛是在创办三年之后 第一次来到江苏进行比赛 比赛获得了李宁体育用品有限公司的冠名 他的主办单位是国家体育总局聘语运动管理中心和中国羽毛球协会 由江苏省体育局和长州市人民政府承办 赛事推广单位是北京孟奥体育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和长州体育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中国在最近中国羽衔的最近几年是举办的中国公开赛和大师赛都非常成功 而且规模越来越大 它的影响力比较大 越来越大 赛事组织也越来越完善 现在都是世界羽联超级系列赛的一战 世界羽联超级系列赛的一年是12战 刚好12个月平均每月一战比赛 但是在组织的时候会连续两三周组织几个比赛 像连续三周在亚洲或者连续三周在欧洲 这样使运动员能够在安排赛事上更加集中一些 不至于来回的奔波 因为现在高水平均的运动员主要还是来自欧洲和亚洲 这12战比赛也全部都是在欧洲和亚洲 中国队的于阳 这是新科的奥运会女子双打的冠军 而且他和何汉斌合作 在混双比赛里面也表现得非常出色 进入了四强最后获得铜牌 当时他们是战胜了林培雷和马丽莎的一队组合 但是这次比赛 印尼队在混双上进行了一些人员组合的调整 老将林培雷和波丽 另外一个女双选手来组合 马丽莎和另外一个男选手去配对 单元本场比赛的主裁判来自法国 印尼的老将林培雷 中队的两名选手 男选手何汉斌是八一队的运动员 于阳是辽宁队的选手 双方的比赛马上就开始了 好 现在双方的第一局里才开始 首先是鱼洋发球 波丽接发球 回球出界 印尼队的女选手波丽呢 也是印尼球迷很喜欢的一个选手 一个女双选手 在印尼比赛的时候 我们看到她出场比赛 都会让观众都 都很受观众的喜欢 给她的加油掌声都比较热烈 比起一般的其他的运动员了 这条通过林培雷再打到一个空档 和汉斌过度的球 质量不是很高 来 民沙球下网 二 二 二 tr 二 再打到一个空档 三 二 三 二 羽羊封网,好球 这球玻璃把球接了过来 这两个年轻选手没有注意到 来看一下 主要是中国的一个很好的得分的机会 以为是能够打死对方 服务完 5,3 虽然发后场 2号去的一个发球 中国队的两位教练 是陈兴东和贺向阳 7,3 8,3 3,3 玻璃刚才这个球防得不错 反正还是中国队在进攻 9,3 9,3 中国队开局 在进攻上后压前锋打得比较流畅 因为羽羊这个选手通过奥运会 大家也对他都很熟悉了 他的前半场封网 能力很强很突出 4,9 对方一般是很难过他的前半场 那被迫挑起高球之后呢 何寒斌就有很多在后厂进攻的机会 5,3,3 10,4 比尼队这个球是被拉到了玻璃 女选手在后厂在连续进攻 但是两个人可能配队的时间也比较短 所以一直没有能够形成有效的轮转 所以一直没有能够形成有效的轮转 而且玻璃在底线判断出现失误 那中国队领先7分到第一局的间歇 混双比赛这次一号种子是印尼的名将 两届世锦赛的冠军诺瓦和纳希尔 二号种子就是何汉斌和余扬 他们的排名比较高 印尼的林培雷和玻璃呢是新配队 所以他们没有什么积分 在这个半区还有一场四分之一决赛 是中国队的谢忠博和詹雅文迎战孙君杰和赵云磊 我还没发球 那是5分之一 5分之一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球对对方的这个铺球和寒冰准备的很充分 而且反击的手段也很有效 出球非常硬 主要还是提前判断的对方会铺一个斜线 反面连续杀 再破 连续四拍进攻 15比6 由于中国队的何瀚冰和鱼洋这一队组合呢 他们是已经组合了两年时间 而且经过了奥运会 本身自己的实力比较强 而且又是固定的这个搭配 没有变化 印尼队呢 林培雷是和波利是一队新的搭档 一队新的组合 那这样今天的比赛还是体现出来在场上的发挥 还是何瀚冰和鱼洋 比较 占有比较大的优势 感觉林培雷和波利这个组合时间确实比较短 在场上看不出什么得分的能力 得分的手段显得比较缺乏 其实对于林培雷来说 这次奥运会也是非常的遗憾 他们在半决赛 他和玛丽莎迎战韩国的 后来获得冠军的李龙大和李孝珍 在第二局领先的情况下 领先的还比较多 都觉得他们这个球赢下来问题不大了 结果被对方大翻盘 本来是有机会至少获得一枚银牌 最后变成只是获得了第四 从银牌甚至金牌 变成一块奖牌都没有得到 对于这样一个老队员来说 也是一个非常遗憾的一个事情 不过最终还是半决赛 被对方翻盘的主要还是 自己的思想上出了问题 那边是有机会至少获得一枚银牌 反拍扑杀 这个球还是比较有难度 虽然看上去球很高 但是如果你要求很高的话 球拍的角度差一点 就容易下网 10.17 10.17 后面这一段 余扬和赫兵两个人在场上显得比较凶 9.11 看来黎玉洋的局点 连赫雷失误 21比12 和赫兵玉洋胜了第一局 这局的后面的半局 双方的失误有些多 比赛显得不是那么精彩 中国羽毛球大失赛的今天是进行到了四分之一决赛 在星期六将是进行半决赛的争夺 我们体育频道将从下午三点半开始为大家直播 决赛是从星期天的三点开始为大家直播 从比赛打到现在的情况来看 没有太多的冷门出现